全台湾最大的连锁美妆生活杂货专卖店 保雅 今年股价是逆势大跌 从年初的600块的高价 曾经一度下跌到450块附近 到12月中 保雅的股价全年仍然是跑输大盘很多 保雅近年来积极展店 尤其是冲一级战区的台北 在台北各个地区开设大型店面 虽然说是带动营收冲高 但是今年的毛利率 营益率跟净利率 这个关键的三率都明显衰退 今年的前三季的美股获利 也是大大不如去年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今年台股表现很亮眼 这个全年大盘指数再涨深了超过两成 那最主要的推率是来自于 上市贵公司优异的获利表现 那截至到今年的第三季 上市贵公司累计税后盈余高达3.22兆 这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大增了90% 法人预估今年全年上市贵公司的税后获利 将会冲上4.2兆 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 那如果以配息率六成来计算 这个明年台股股息总计将会高达2.4兆 到时候会带动台股的除全息行情 达到另外一个高峰吧 不过仔细看这超过4兆的获利大部分是来自于像航运 还有半导体还有钢铁 还有电子族群像面板以及金融的受险族群 这内需产业在疫情下却不见得有沾到光 例如说市占率达到9成的美妆生活杂货连锁体系保养 今年第三季EPS就降到了3.92元 是创下最近5年来的同期新低 单季的税后存益也不到4亿 如果仔细看保亚第三季的财报你会惊觉 保亚盈益率只剩下12.14% 单季EPS掉到了3.92元 保亚缴出这样的财报成绩单 当然股价没好脸色 到12月中 今年股价是逆势下跌了将近15% 让投资人脸虑了 虽然说疫情对零售业造成不小冲击 但是保亚衰退的幅度也确实太大了一点 恐怕不是单一疫情的影响 毕竟疫情对餐饮饭店还有旅游 这家行业所造成的冲击 应该比实体零售业来的更大 更何况保亚的对手 由实体转向的电商 使得保亚的市占率冲高到9成 可以说是独占的地位 由此来看 保亚的展店不断的充营收的经营策略 有可能面临各面向发展瓶颈跟挑战 保亚今年还是沿用持续展店的策略 前三季展店了11家 这个加速扩增到271家 另外在2019年成立的五金百货保家 也展店9家到30家了 而且还预计第四季 还要在各开出14家跟8家的店面 使得总店数会达到323家的规模 保亚的策略是每年要开出25家到30家的新店 另外保家它要展店15家到20家 所以明年的目标 这全部加起来的话会突破400家 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说经营规模不断的扩大 保亚的营收今年前三季 却是衰退了将近2% 毛利率 营益率跟净利率 就三率都三降 前三季EPS大降到12.76元 保亚由实体店面起家 它一直不怎么积极的想要跨入电商 主要就是打着区隔电商跟实体店面 在都会区跟非都会区的市场区隔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来 保亚积极的往都会区抢占地盘 主要的课程就会遇到跟电商的重叠了 再加上都会区的营运成本 真的不比非都会区 无论是电租 人事 还有管销费用 都会大幅提升 由于台湾的市场规模不就这么大吗 对于一家市占已经达到9成的业者而言 你在积极展店能带来的营收成长 跟利润的提升效应有多大 这恐怕也是需要仔细评估的 追求经营规模的成长 是一家优异企业必定要有的宗旨 但是成长并非是无极限 如何在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之下 还能保持盈利的同步上升 利润率不衰退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经营要素了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